我的极美们呢 我现在终于终于回到酒店能够休息 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了 其实来长沙呢 从昨天到今天 我只睡了三个小时 除此之外呢 就一直都在工作 参加了天天向上的一档节目 虽然说我的镜头应该不算很多 但是耗费在这上面的时间是蛮多的 包括我在内的30多个博主 大家都是非常的辛苦 就一直在等待录制才拍什么的 总之结果是好的 我还是挺期待正式节目的播出 就希望大家在电视机面前为我打抠 反正今天录完了之后呢 我们肯定是会去吃好吃的 有一说一二 今天早上八点画的妆 我自己画的 而且这个睫毛 我有史以来贴的最好的一次 到现在了还是依然保持的很好 有没有 姐妹们想不想看这个睫毛的分享呢 记得评论告诉我用 我这一次来呢 一共是录了两期的节目 第一期的节目是化妆师老师帮我化的妆 第二期也就是今天的妆容 是我自己做的造型 大家到时候可以去看一下节目 然后告诉我哪个化的更好 更适合我 刚换了一身衣服 等一下我要和大红和小白 我们三个一起去冬瓜山上面 去找一家吃烤牛油的地方 相信我烤牛油真的是一个 超好吃的东西 所以长沙本地的朋友们 你们觉得的烤牛油怎么样 我们三个现在下车了 到了冬瓜山 这是我第二次来冬瓜山 你呢 这是我可能第200次来冬瓜山 这是我第三次 你为什么第三次啊 排点了呢 对 我们现在要去萌重烧烤店 拿一个号 因为他们家有排队嘛 排号的同时 我们会去打卡一些 我们上次来吃过的 特别好吃的一些店 Let's go 我们现在拿到了号是246号 小哥告诉我们说 排队时间大概在一个小时左右 我们去大大热炉买那个嘛 它的那个里面有花甲 和千层堵的那个菜叫什么呀 特别好吃 是不是也要排队啊 去看一下吧 变了变了变了 大大热炉变了 这是凉菜 这边吧 叫山姿椒 对对 山姿椒花甲毛骨 要不要其他的东西 我们要一个山姿椒花甲毛骨 和一份桃子姜 我们的小白啊 在这待了这么久 来冬瓜山200次 他还要买这个肉肠 喜欢吗 你为肉肠代言 吃完之后请说四个字 我恋爱了 有些地方开的地方特色 不一定是所有人都能接受 或者所有人都觉得惊艳 但是当地人一定会 一直把它当成一个记忆 一个回忆去吃 有时候就吃的是一份 青春 爷亲回了吃了之后 你最早吃这个肉肠 多少成一餐 两块五 也就长了五毛 对 因为现在主长家了 比我上一次来吃好吃 因为上一次太硬了 瞧不动 要排队吗 买吗 还好没买 正在点 我买三杯 去冰粉店等我 好好好 有一股薄荷的味道 对 它就是那种薄荷冰粉 然后有一坨 这个是成都没有的糯米 不是成都没有糯米啊 听我解释 听我解释 刚刚嘴瓢了 我的意思是成都的这个冰粉里面 一般是不会加糯米的 反正我没见过 这碗应该是绿豆薄荷冰粉 它上面的糯米 去年我们几个一起来 这里吃冰粉的时候 我记得大同一个人就吃了 三碗还是四碗 然后回去之后 它也是不停的在念 为什么成都没有这种形式的冰粉 三天的时候吃点冰粉 这太结束了 紫苏桃子姜 珊瑚椒花甲 天成土 天成土 对 其实我第一次吃这个紫苏桃子 我感觉味道我就吃起来不习惯 但多吃几口之后慢慢习惯 就忘不掉 对 忘不掉 它有蘿蔔 对 蛋蛋肉卤 你怎么这么好吃啊 蛋蛋肉卤 蛋蛋肉卤这两道菜 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 都是味觉挑战 紫苏加桃子的东西 桃子超级超级甜 好好吃 你觉得这个在你心中是甜品还是凉菜 甜品 就是你吃烧烤吃得很腻的时候你就来一块 瞬间觉得自己可以再吃一顿烧烤 这个是大伙老师刚刚去买的柴鱼丝 还是那个味 这个是我期待已久的美味 尝尝看这个有多好吃 这个蛮 吃的来那个味道不蛮 珊瑚椒的味道 我常爱吃珊瑚椒油 但你绝对爱 是吧 来 吃啥 这道菜就是我觉得 单单热卤的必点菜 没有之意 慢慢的耐用 最饿 但又很快乐 美食天堂冬瓜餐 我迷失在长沙的夜里 这太好吃了吧 我们跟他试评吧 鸭子 你看摄像头 我好想你哦 柴檐月色 湖南乳粉 珊瑚椒花甲 玫瑰冰粉 紫苏桃子香 还有生生乌龙 好 再见 晚安 晚安 你不敢看我们俩丑饿的嘴脸吗 幽兰拿起 我这么好喝啊 再来来 葫苏桃子 啊 怎么吃了呢 鸭子毛了 鸭子毛了 朋友们 这才是我们的 范茄热生 来一口罪恶的奶油 再来一口幽兰拿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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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处的里面呢 排队还挺快的 没有像他说的一个小时 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 就做到了 现在点菜 烤牛油 我们的第一道菜来了 香菜 真 好吃 你停下一看 多了一种那种 我们的串都来啦,有牛油,五花肉 蒜子桶还没来 牛油,五花肉,五花肉 牛油 今天这个牛油,没有五花肉香是怎么香的 再吃两串,感受一下 五花肉和牛肉还好吃 烈火牛肉 太好吃 五花肉,太好吃了 它这五花肉就是肥的多,瘦的只有一点点 这一片五花我爱了 瘦的五花反而好吃 我吃到现在,我觉得五花肉经验,但牛油越吃越香 嗨 好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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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妹们尝尝最有名的烧烤 是我们中国 吃了我口红都掉光了 现在回到了酒店给大家看一下 我刚刚买了,几包东西 这个大家应该不陌生吧 就是这个康师傅红油爆焦牛肉面 然后这个统一的我也买了红油爆焦牛肉面 这个上一次小白老师带给我 我自己回家是煮的面 煮到后面呢,汤汁就只剩一点了 大家就建议我说下一次要泡着吃 才能吃到它比较好的味道 这次回家就准备泡着吃 除此之外呢 我还发现了一个味道 香辣的这个爆焦排骨面 我们那儿也没这个口味 四川的小伙伴 你们应该没见过吧 到时候拿回成都 还有两包长沙更火的辣条 麻辣王子 这个估计是比较正宗的 我上初中高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吃的麻辣王子 就好像不是湖南产的 来自辣条发源地 湖南平江 滴滴道道麻辣味 如何能够成为一个明月 当明月贼生给人傻子 死家进北京吗 死你经济私利吗 死年领一般吗 都不死 傻子 死人家手 我承认啊 我的确是当明月当了蛮多年 但就是我能告诉大家 就是调整心态 别会和明月相处啊 你成不了明月 但你成明月的朋友 我很愿意和大家小朋友 好吗 现在小白老师来带我们逛西梦 我们去逛一下吧 少女的什么 18岁少女 说的就是我嘛 感觉这一圈他们在开会 就很聪明的样子 这小猪也太高了 我还有扎人 我好想摸一下 太可爱了 就感觉它并不扎人 是吧 对就是感觉它是软软的 小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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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个舌头好可爱 我们又跑来买茶盐月色了 这是我的三季虫 然后下面还打包了一杯缝隙绿桂 这个三季虫我还没喝过 不过它的茶底也是红茶 我们来尝尝吧 小哥说等的太久 给我多撒点净 好纯香的红茶底 好喝 这里有人在一张里面 就在前面海星广场 第一次来长沙的时候就是那个地方 那一次是我和密室 我们两个人 当时就是那个海星广场排队的人 巨多超高峰期 然后密室认识里面一个小姐姐 明明就是一家店 但走了很久 走到了一个包厢 那里面的包厢是有一张床在旁边 然后有很多复古的东西 当时我就是摄像长卧一提 而且拍一拍的机器还老出问题 难受特别难受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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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